-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就看一看蔡天鳳那單案件, 她老公就手道出來回應, 亦都有講到她們的相識過程, 同外界一直在講她們家族在洗黑錢,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呢? 看看她講什麼呀? 蔡天鳳那單案其實轟動傳承, 她被殺到現在已經有7個人被捕, 當中包括她的前夫鄺港志, 還有她的前老爺鄺球等一家人, 案件之前在5月8日再到提堂, 現在押後到7月31日再次提訊, 而蔡天鳳的家屬將會在6月18日, 而最近蔡天鳳的老公Chris 就罕有地接受傳媒訪問, 首次否白同老婆當年是怎樣認識的, 解開很多個不同版本的迷, 她表示, 跟蔡天鳳很小就認識的, 跟對方的前夫是中學同學後來轉校就認識的, 之後亦都是透過她的前夫去認識她, 即是說原來她跟蔡天鳳是經過抗港志介紹認識的, 跟之前外面所傳的4個版本都不一樣。 她亦都提到, 去到現在仍然好傷心, 好難忘記的老婆, 她的性格內向, 亦都不懂得怎樣表達情感, 所以在極度傷心時交由朋友去面對傳媒, 怎知反而令到家人, 朋友被人起底甚至乎受到污衊, 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 她亦覺得好抱歉, 她希望家人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而外界亦都說他們洗黑錢, 她說自己出生是一個很簡單樸素的家庭, 是靠父母和家族成員打拼出當年的米線王國, 她老爸賣了米線生意之後, 是將所有的資產全部投入信託基金和投資房產收租, 到現在是過著退休和臭孫的生活。 而她自己亦都有幫爸爸去處理房產租務的事, 她的收入就是來自她老爸持有租務公司的租金。 她澄清, 她老婆生前和朋友一起所創辦的慈善機構, 亦都是絕對沒有花錢的。 至於另一件事就是關於小朋友撫養權等等的家庭問題, 她表示現在件事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無辦法透露, 相信之後法庭開審大家就會知道。 這個她回應了自己怎同老婆相識, 就有洗黑錢的傳聞, 解釋了她們家現在靠些什麼去有收入, 原來就是做信託, 亦都是投資房地產。 如果這樣聽的話, 她們現在正在過一個收租過日子的生活。 不過看回原來她和蔡天鳳, 就有蔡天鳳的前夫的關係都千絲萬縷, 是個前夫就介紹蔡天鳳被Chris去認識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道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